刚刚的那个就是这个啦 所以如果假设你假如 一下记不太起来的话 反正呢,这边有参考啦 我是建议你回去 建议就是多找一些案例 反复多练习 说真的 也许你现在看会觉得有点多的步骤 但是实际上你多做之后 你会发现其实蛮直觉的 做久了就OK了 好,那另外的话 还有一点就是我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这个 这个程式里面的话 像这个i 实际上它是一个数字 2到101 那前面这个是一个文字 文字跟数字 如果两个要接在一起的话 理论上还是需要先 理论上应该要把后面的这个 数字转换成文字才能接啦 可是VBA这个部分 它其实包容性还蛮大的 它会知道说 当遇到M的符号 它会帮你把这个 这个i里面的值 比如说 i 假设是2 它这个是2 它遇到M的符号呢 它自动会帮你多加 这样的符号 才能够跟前面这一串 串在一起 因为如果你假设这个数字 你没办法跟前面文字串 它其实遇到M的符号 自动帮你把这个2 转换成这样子 然后再跟前面这一串 文字 就把2再接到它后面来 大概流程是这样 OK 应该可以理解吧 因为这个其实还蛮抽象的 不过主要是观念 如果你观念通的话 那应该慢慢可以理解 所以 这个地方 刚好同学问了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呢 储存格 我们除了用Sales之外 其实在上个礼拜 录制聚期的时候 各位有没有发现 哪个储存格 被选取 哪个储存格 其实除了说用Sales之外 另外当然你也可以用Range 那也就是说 Range 1、2 这个实际上跟刚刚的Sales 其实指的是同一个东西 所以 刚好同学问 这个问题还蛮好的 因为其实 那你想说 老师为什么你不干脆写成下面这个方式 等于空的 这样可不可以 其实如果你写成这样的话 跟你写成上面这样 其实结果会 不,我先把它执行这一行 那你会发现 再来的话 上面这个本来是2 对不对 我把它改成i 可是下面这个Range 1、2 怎么办呢? 那这个2 当然你要把2 一样先删掉 然后把它后面再串一个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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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一个i 就会把2 其实跟下面这个有一点点异曲同工之妙 这个本来是1,2 对不对 这个2的话呢 要把它改成i 把它串进去 这个的话因为它在中间 所以前后都要有串接符号 因为后面没有东西了 因为后面没有东西了 所以直接就把它放后 所以直接就把它放后 后面就不用 不用没事 像 你想说老师 那是不是后面再加一个and and 这样子 那不是多词一曲吗 OK 这个就可以删掉了 OK 那实际上你把它写成这样子也可以 and i 那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结果一不一样了 一样一模一样 OK 那你想说老师那你为什么不写成下面这样子 其实跟各位讲两个都可以啦 但是我自己评估一下 我觉得上面那样的写法我比较习惯 而且比较符合 因为你会发现 这种写法and i 虽然也不难理解 可是对于初学者来说 好像又要转个弯 所以我会选择上面 OK 那尤其是什么 尤其是 在那个回圈里面的话 写上面这个方式 相对会简单 因为这两个数字 这两个其实都可以用数字来表示 但是range的话呢 因为它里面是放文字 所以如果你文字的话要转成数字 那是相对比较麻烦 OK 所以这个跟各位说一下 因为还是有同学问到这个问题啦 所以我习惯写成这样子 当然跟各位讲啊 很多时候程式 要怎么写比较OK 其实有时候多半是个人写作的习惯 所以你们将来呢 如果看别的书上写的跟我写的不一样 那你不要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前面有跟各位讲过嘛 我自己的写作习惯 第一个 程式越短越好 所以你会发现 拉一拉扎的我通通把它删掉了 理论上是要宣告的啦 OK 但我就算了 不宣告也可以 那就不要宣告了 第二个的话呢 越直觉越好 因为我都是透过理解的 然后看我要做什么 我就把程式执行了 那将来把sup写完之后 那就可以再产生按钮 这两个将来就可以在这边执行 大概流程是这样的啦 OK 好 那这个做出来之后 当然你旁边这两个按钮 要不要删掉重做也不用啦 你按右键 可以重新指定它 这个叫做门号公式好了 这个叫门号公式 然后就把这个名称改一下 叫门号公式 然后这个的话呢 就叫门号清除 所以一样 你就重新点一个 然后把他上面的名称复制一下 按个确定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更改按钮上面的名称 这样的话也可以点清楚 我刚刚是漏漏了 这应该改 这个应该改I才对 还没有弱 OK 好 这公式 好 那这个的话呢 是我们刚刚写的两按钮 那再来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再来讲那个第三个 第三个的话 特别注意哦 这个公式部分 你会发现执行之后 里面的话呢 他会出现一串公式 虽然他一样可以执行啦 可是呢 就有同学会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 我在执行之后 里面不要出现公式 我想要得到的就是最后的结果 OK 就是什么 09111-084-007的结果 而不是一串的公式 那这有什么差别呢 其实最大的差别是 假如说你是丢一串公式 如果你的公式很冗长的话 将来你会发现 存在你Sale里面的资料 也会非常的庞大 为什么因为你公式越多 相对容量要很大 但是如果你将来丢的是一串数字 或者很简短的文字的话 那将来存档不会占太多空间 OK 那只是说啦 如果将来你们想要把 原来的公式跟VBA结合的话 这个方式是最简单的 因为直接就放在这个后面 再帮我输出就好了 那可是呢 如果你要怎么样 你要让他结果 不要用公式 你要在VBA处理完之后 再把结果丢过来的话 那你可能要想一下 怎么样用VBA里面的 对应的函数 像我们之前也用到一个TESA 那可是特别注意 这个TESA是Excel里面的函数 它不是VBA里面的函数 那其实它两边用的函数 没有相容 也就是说 它们各自有各自的函数 Excel有250几个函数 VBA我算过一百多个函数 两边其实是没有相通的 也就是说 那怎么使用 其实我在那边看哪一种状况 就是说 如果我觉得用Excel里面的函数 比较简单 那我就用Excel的函数 那如果说VBA就有了 那我就就自己使用就好了 那怎么做 首先的话 如果我们希望再产生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按下去之后的话 得到的就是 最后的结果 我先秀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这一段的话 其实就是在底下这边有个门号 在第十五页的地方 就这一段 Sub 叫门号 那我先转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看一下结果 这个 知情 有没有发现 跟刚刚的那个最大的差异在哪里 有没有发现 刚刚输入的是一串公式 那现在的话输入的是什么 就是最后的结果 也就是说呢 他是在VBA里面先处理完之后 消化过了 再丢出去 那刚刚这个是什么 没有消化的 反正就是把一串公式丢过去 那谁执行呢 实际上最后还是Excel里面 帮你执行 所以差别在这里 那你说执行效率会不会有差 其实 但是小范围的资料没差 但是如果你像大范围 比如说你那个执行里面的资料 假如说是 几十几百 应该上万笔就有感觉了 尤其是执行速度效率有差 第二个的话 档案大小也有差 所以这个当然 各位要斟酌一下 只是说呢 这个方法难度会比较高 那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一样我们直接拿 其实拿这个来改 可以啦 Ctrl C 我把它Ctrl V 贴上 那改哪个地方 一把这个Sub名称 改成叫门号就好了 不需要公式 二的话呢 把后面他这一串公式 我就直接选起来 一般我习惯 Shift加end 他会选到 Shift加end 就选到最尾巴了 然后呢 直接把它变清 其实就是清除啦 甚至你可以拿清除来改 可以 那接下来的话 丢什么东西呢 其实这个后面的东西 有点类似像我们最早 and这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 我怎么去抓呢 特别注意哦 这个储存格 就是F 的同一列 I列 所以很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拿这个复制贴 然后把它改成F 就可以了 就是说呢 我先把这个11的资料放过来 然后跟09串在一起 再输出到这里 他就丢到这里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执行一下 有没有 91 因为一样全部里面 都是数字 除非说你后面加一个and and的一个减号 减号就不是数字了 那你执行 有没有 零就保留了 那再来后面 再加什么 再加 什么 前面我们用Test 可是呢 特别注意 Test这个函数呢 是Excel里面的函数 如果在VBA的话 他会有另外一个叫Format 所以后面加and 我们之前用Test 在VBA里面 你可以另外一个方式 如果你记不起来那个 Format的函数名称的话 那有个简单的方式 就是你打VBA店 他会自动帮你把VBA里面所有的函数呢 通通给你一个清单 那你只要打FOM Format就出来了 那另外的话 顺便跟各位讲一下 VBA点 可以打也可以不打 OK 你也不打没关系 那打没关系 也可以啦 这两个都可以 那另外顺便跟各位讲一下 你想说 可是 这个函数这么多 我怎么知道 有多少个 怎么用 其实跟各位讲 坊间有那种 VBA函数的书籍 有点像词典一样 厚厚的一本 如果你不想买的话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像我自己个人的习惯 我会直接在Format上面 或者函数上方按F1 那这个F1的话 他就会跳到 这个 官方网站上面的说明 OK 所以如果你假设要看 那个什么呢 VBA里面有多少个函数 怎么用的话 你就按F1 他就跳过来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上面他有这么多 相关的函数在这里 那他的翻译叫函数 其实函数指的是 同一个东西 那你可以看一下 概观 这边就有这么多函数了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我是建议 你可以再做点功课吧 把每一个 也许就 稍微看一下看一下 算一下 大概100多个 反正 不需要说每一个 每一个巨细迷 就是先 彻底了解 但是至少要乱过 他大概知道哪些 那其中的话呢 我刚刚讲到Format 他F开头 所以你看一下这边 是Format Format Format 有没有 这边就有Format Current 放的位置 OK 他 会改名称的吗 Format number 诸如此类 再找一下 其他的话 还有很多 相关的函数 接下来的话 接下来的话 那 虽然他叫Format 不过使用的方式 跟那个什么 跟那个 Test蛮像的 一样给两个参数 第1个参数是给 什么资料 什么资料 84在哪 在区栏 所以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直接拿这个复制 贴过来 Format Test 他在那个 区栏里面 OK 然后呢 帮我格式化 所以斗点 格式化成 3码 所以 000 有没有 跟那个Test 的参数代法 是一模一样 那我们加了这个之后的话 把它执行 你会发现 这个 084就出现了 有没有 然后后面的话呢 那再来就是 007 所以其实 做的方法 跟之前的蛮像 把这一段 复制贴到后面去 然后呢 把后面这个呢 去改成什么 改成H 再执行的话 理论上应该就OK了 完成 应该知道我在做什么啦 那 最后的话 当然我们一样 就是在把这个 按钮 按右键复制一下 然后贴到底下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在对应到 刚刚那个门号 这个是门号 把它 名称改一下 这个叫门号 然后不要公式 OK 所以这个执行的话 是公式 那这个执行的话呢 是最后的结果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 程式的话呢 云端上也可以看得到 我刚刚这一串 如果你担心说 记不太起来的话 那可以参考 云端白板上面的 第15页吧 这边 有这 刚刚我打了公式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呢 这个 方法的话 主要就是说 如果我要输出的 不是 公式 而是希望呢 能够把最后 处理完的结果 输出到 指定的储存格的话 那就可以用这个方法 就是利用 VBA里面的 一个叫 FORMATE的函数 一样嘛 带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是 哪一个储存格 逗点 什么样的FORMATE 其实我 我印象中那个 FORMATE跟TEST 两者之间 相容 相 相似度非常的高 所以很多地方 如果TEST能做的 你把它丢到 FORMATE 他一样可以照样可以做 做好 这个部分的话 可以试试看